这道菜你要是把它学会了,米饭绝对能多吃两碗,腐竹提起来给它破发好,然后给它切成像我这样的小段,切好以后找个破盆给它怼入 往里面打入一个母鸡蛋,再往里面加入淀粉,玉米淀粉也行,土豆淀粉也重,然后用你的右手给它抓换均匀 看到没有,抓成这个熊样就可以了,然后锅里面烧油,六七层油温,把腐竹均匀的给它下入 下的时候小心点,油温高,接到水上,堵几个泡,可能疼了 给它炸到啥程度啊,捞出一个来,颜色极黄,万速里嫩的,就可以往出道了 锅里面流入底油,下入豆瓣酱,香辣酱,还有火锅底料啊 火锅底料,不能吃辣的,你就少放点啊,给它炒出红油,炒出香味 再往里面加入葱花菜片,给它爆出香味 然后往锅边上,给它烹入料酒,再往里面添水 水添够以后,往里面加入生抽酱油 在这里老抽上色,不要太多啊,太多嘎黑了 盐,鸡精,味精,胡椒粉,用水稀释一下啊,这你要不稀释,胡椒粉往里一放,嘎,抱团了 味精,不得一放不放啊 给它煮上个三两分钟,把味道给它煮出来以后 这里面的渣子啊,得意打到打掉,不得意打拉倒 然后再把配菜先给它煮一下,我下的是宽粉蛋还有木耳啊 得意啥,就往里面配啥 给它煮好以后,捞出来,垫底 紧接着,然后再把辅猪给它下入啊 辅猪下入以后,给它煮上个几秒钟,就可以往出道了 辅猪倒出来以后,然后给上面撒上一层刀口辣椒粉 再来点蒜末 用热油刺辣一下,这小味等下上去了 要想生活过得去,头上必须来点绿 家里面调就好的,再来点白鸡嘛 这不就好了吗 虽说老弟不能陪你一生 但是你的胃满满灯灯 这不就是你一生 你一生 这是我画 这不就好 这不就好 感谢观看